妈妈 小梅 妈妈没事 你别担心 24号病人该缴费了 可是 我真的没钱了 没钱了 妈妈 你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把医疗费凑齐的 我得赶紧找一份月薪包的工作 妈妈 等着我 这是 招女员工 一天十万 太好了 妈妈的医药费有着落了 谁啊 来了来了 你好 我是来这里应征工作的 陈少爷 有人来应征工作 是个女孩 知道了 你让她进来吧 你先进来吧 我有事要抽取一套 好的 谢谢 妈 这里真是豪华啊 谁这个时候来应聘 打扰本少爷洗澡 你就是新的员工吧 身材蛮好的 真可爱 我喜欢 老板 你把衣服穿上好吗 行了 跟我上楼换工作服 看你挺可爱的 我就不对你 有过分要求了 未完待需 对吧 来 选一件工作服吧 大正 老板 这些工作服穿了对我有何好处 穿上这件可以每天得到五十万 穿上这件一天可以得到二千万 穿上这件一天可以得到二十万 那好吧 我选这件 选好了就快点换 本少爷 不想浪费时间 老板 你难道不知道男女有别吗 你快出去 我以前的员工 可没有这么猖狂 快换 哇 生气都这么可爱 哎呀 我知道了 那老板 你不许偷看 The next step 老板 我已经饭好了 就像你满意了吧 好了 你先去床上睡一觉吧 看你挺累的 好的 谢谢老板 连打呼噜都这么可爱 哎呀 这是 看来那个了 我得帮他换上那个 未完待兴 我怎么睡了这么久啊 现在应该是晚上了吧 不对 我的衣服 哦 我看你来那个了 我就帮你换了衣服 还有那个 老板 你 你妈妈没教过你男女有别吗 你 呦 脾气不小吗 我帮了你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谢谢你 行了吧 看你一天没吃饭 给你的饭团 行了 那次就原谅你了 衣服我给你放在房间里了 快点吸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快点出去 我真后悔来这里 好了好了 今晚我在XXX等你 等做完工作 我就把钱打到你的卡上 都快九点了 我得赶紧走了 未完待需 老板 我来了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啊 打衣服脱了 给我拍几张照片 老板 你过分了吧 这也算工作的一部分吗 快点 就在这 我不想浪费时间 那好吧 The next step 好了老板 接下来要做什么 按照我刚才给你的照片 摆子是 不错不错 不要动 嗯 开得不错 去把这件衣服 过分了吧 就还用我帮你吗 The next step 老板 好了 阿斯 这样不是为了妈妈的医药费 你才不是这么做 做完就像工作就好了 你放心 钱少不了你的 腰好痛 估计是昨天太累了 支付宝到账 一亿元 太好了 妈妈的医药费凑齐了 未完待需 女儿 你来了 妈妈 你好些了吗 医药费 我已经付清了 妈妈已经好了 你放心吧 妈妈 这段时间 你别太累了 没事了 也要多多注意 哎 闺女啊 妈妈还是希望 你早点嫁人 这样还能有人照顾你 好的妈妈 阿姨好 我是小梅的男朋友 我叫肖萱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啊 是吗 阿姨您过奖了 喂 你乱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 答应做你女朋友了 好了闺女 别太挑了 啊 我的肚子好痛 还好想吐 女儿 你怎么了 阿姨 您别担心 我现在带她去做检查 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了 哎呀 恭喜啊 您老婆怀孕了 您要当爸爸了 好的 谢谢医生 未完待虚 睡得真舒服 就是肚子有点疼 可能是吃坏了 宝贝 你起床了没有啊 晚饭已经做好了 下楼吃饭吧 我做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喂 我自己能走路 放我下来 你看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这是 肖老板 你今天怎么舍得 做这么多好吃的给我吃啊 孕期要多吃高蛋白的食物 这样孩子畜生长得壮实 什么孩子 难道说 你怀孕了 这段时间别吃凉蛋 别剧烈运动 什么 我才18岁 你把我的肚子搞大了 我还怎么见人 你好小姐 请问需要我帮忙吗 我要打胎 好吧 好吧 但是你一定要想好了 小梅小姐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我不能和那个 要孩子 等等 未完待虚 家属不可以进入手术室 好 我不进去 但是小梅 我的宝贝 咱们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 我会养你和孩子 我会对你负责 我也会对我们的孩子负责 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要不是为了妈妈的医药费 我才不会和你大哥呢 我知道你是为了你妈妈 你很娇顺 也很可爱 我会对你的孩子 有选择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我尊重你的选择 爸 你以为我想打掉这个孩子吗 可是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不是姐姐 我要留下这个孩子 我不打了 老婆 你醒了 你看 我们的孩子多可爱 这孩子真像我 哄你出了月子 咱们就办婚礼 好呀 几个月后 这俩人聚办了婚礼 从此他们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看仨看没了